中美的默默交手各自出招 最急风暴雨的斗争会过一段落 下一阶段中美的角力 声音会比行动多 中美的角力会发展如何呢 香港人起码意识到中美的角力 无能为力 无法凭香港的力量扭转这两个国家 将来会在政治上的取态 政治上的角力 这个已经无法避免了 因为除非中国放弃要复兴 要发中国梦 要建立自己的国际地位 否则美国是没有可能放过中国 但中美是否角力会很快 由冷战变成热战 这个我认为机会是不大 美国现在所采取的策略 因为美国有很多国防文件 国家的基本定位的文件 其实都公开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的做法是 就是要将中国切割 为什么呢 就是要让中国无法接触到西方的科技 技术 在政治上孤立中国 在军事上围堵中国 但是都没有一番是要与中国打一场热战 因为一打热战 现在影响重大 不只是两个国家 一打核子战 整个世界都会受影响 以前与苏联国力的年代 美国尽量不打核子战 只是用核威胁 即使对以前曾经一度 对伊朗、对北韩 会采取一些踏扎去破坏他们的核子设施 这些相对核实力比较低的国家 美国都没有采取这些行动 所以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机会是很微的 大家摆姿势就会 但是真正埋牙的机会是少的 美国的好战那些人都说要搞一两次遭遇战 在南海炸底擦枪走火 如果并领伴冷 短期内破坏你的军事设施 然后破坏后 总统打电话去北京 大家要冷静 不要让事件发展 都是借机会 以现有的军事优势想教训中国 但是这些都是号战派的一些说法 没有官方文件 政府的态度支持这件事 所以我认为打热战的机会 依然是不高的 但是全面封锁制约中国 就已经在做了 当然之前 譬如透过贸易战 透过一些限制中国一些科技公司 买美国的零件 买美国的技术 这些已经是做了 以后都会做 但是是不是这样就足以制约中国 你会看到美国有些做法 最后都迟迟不落实 即使是有些买零件给华为 说了要停 零件商说 不得止 我还逼多两年 你一停我就倒闭了 美国政府都会退 所以我自己觉得 经过这一两年的埋牙 双方对对方的立场 和承受能力 都有了评估 有些动作 做下去是知道 最终是两败俱伤 但美国也做了 做完之后 希望中国知美度会让步 现在中国摆明是不受这一套 你会知道有些行为 做完之后未必有效果 甚至会有反效果 所以我自己觉得 中美的密密交手 各自出招 是最急风暴雨的斗争 是会过一段落的 大家埋牙 知道对方实力 也频频出手 都会有些累了 我在那些纪录片 看到狮子老虎两红争霸的时候 打到累了 都要休息一会 如果知道 一方面打完 知道自己不够实力 当然会走 另一方面 知道做不下对手的时候 也要衡量未来的策略 所以我认为 下一阶段 中美的角力 升恩会比行动多 因为可以做的事 都做得七七八八 有些事做过 由商人或商己更多 以后可能会做少一点 所以我不认为 中美的磨擦 是会不断升温 最后失控 而是卖个牙 现在会进行透透 大家都接受 这一场是持久战 不能速决战 如果大家都接受 这一场是持久战 就不会不断升级 去到某些位置 就会坦坦打打 要把握下一次机会 先作优养生息 在双方优养生息的时候 香港人就要乘机 做生意 找一下经济上的好处 机会依然是有的 这是我从 留在香港做生意的角度看 下一个阶段 可能又会多一些空间 多一些平和气氛 少一些埋牙的角力 宁明家分析 记得点个赞和分享 支持和订阅卓健明家 最重要是点关一下小铃 这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片